自古以來 靈媒比比皆時 靈異事件 塵出不窮 極具創意 HK026 帶你進入神秘的科學領域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今集的 靈異錄第38集 今集想說什麼呢 由於阿Kym也有做病異 中間也會接觸到一些客人 他們會跟阿Kym分享一些故事 這些事件就是 例如我昨天接觸了一個患者 因為前幾段時間有人來世 他就發了個夢 我覺得這些就是 有些人認為是患夢 但我卻有另一種體育化 當然我們不要先入為主 覺得每件事都帶去宗教色彩 那位當事人說到 他前一晚發覺夢是什麼呢 就是發覺自己 然後要進去殯儀館 但那個殯儀館很奇怪 好像一個 類似一個公園 有圓景 是一個公園 就好像去一個 可能他本身是香港人 他想起就是一個香港公園 就是一個很大的公園 一條路 然後那些路就是上上落落 很平淡的路 即是石屎鋪 然後有一個就是一群人 那群人呢 就個個就好像是 就不是用潮州那種披馬 是好像穿普通衣服 於是就跟著 一位是類似的領隊 這樣的角色 但是呢 當時那個領隊 就好像去旅行 那樣 那個領隊呢 就是要他們一個一個 登記了那個身穩證 那他就在夢中 都是照交出他的身穩證 給他登記 登記完證件之後呢 他們就一路帶著他走 就走到一間很大的 比較開揚有落地玻璃的 一間很大的一個屋裡面 那這個屋裡面呢 就裝了一些鐵箱 那些鐵箱呢 就類似很怪的 是綠色的 綠色七的 有一層 裡面是鐵來的 很薄的 那外面呢 是綠色的 那是一個個箱 那些箱呢 有長有短有大有小的 那些箱呢 就搭搭埋滿 一層層搭到有 地下搭到天花板 那麼高的 那他見到 一邊就是這個玻璃 落地玻璃 它進入去 另外那三邊呢 都是一個牆來的 都是堆滿了這些大大小小的 一個箱的 而那些箱就类似棺材尺寸的箱 大家可以想到的长方形人 他于是拿着每个人的导游除了登记了身份证之外 就每人派了一个名号 那名号原来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先人 另外他当时看到先人就找到一个牌 那个牌网出去就是一个未死的亲人 已经躺在棺材里面了 这一件事令到他很害怕 但他又没有吓醒 他依然就继续去找 一副一副 但他不知道原来那些盒子里面没有名号 他就憑着一个丑 那个丑的名号是没用的 就是说 那于是他就自己没有办法 自己由于太急 他就逐个箱去打算揭 但他的箱是很重的 因为箱是搭箱的 搭着 搭到有些东西整整齐齐 有些东西搭来搭车 根本上就没有办法可以找到 就是他要找的东西 那在这个梦里面 其实呢 阿Kym觉得呢 其实他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 因为看得太多 我们画多画少 其实我会相信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 人是一定有灵魂 当那个灵魂离开了身体的时候 就可以说俗称了 传统上 一些不同宗教的人士 就称它是鬼 但在基督教的角度里面 我们只是叫它灵魂 因为鬼是由魔鬼变出来的 是绝对是两样东西 而他就长期有这些噩梦 他给他潜妙 他也有找阿Kym来聊聊天 当中呢 我听到很多都是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 都是我们因为人 看得太多恐怖片 或者说多或少 就是如果你们不想发这些梦 最好就是尽量不要看那么多恐怖片 或者有些人喜欢自己吓自己 一去到Halloween 就喜欢自己吓自己 我就是喜欢给钱买入场去吓自己 而当初呢 就会 你就会发觉 你们脑里面 都会变成所有的那些影像 不如 例如说一定是长面的 一定是长头发的 什么叫鬼 一定是长头发的 一定是 面白青青的 一定是飘的 一定很飘逆的 穿着着白袍的 或者穿着着红衫 红裙的 又或者是黑黑黑黑的一团东西飘来飘去的 那你们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感觉 大家也知道這件事,有時拍攝恐怖片,有時一個導演,整個編劇,劇本,他們為了要增加恐懼感 現在的人中看恐怖片,又要增加懸疑,很多因素 他們要做到無限空間的想像思考能力,要做到出奇祭意,大家想來想去都想不到,想到很突然的事 一些不可以再玩以前古代那些,就是以前舊的那些,飄來飄去,吊幾條蝴蝶,在樹上飛來飛去,像看善女幽魂那些 絕對現在我想就未必收得了,於是他們要做一些很恐怖的事 所以大家儲存這些,累積這些畫面,形成一件事 就覺得,凡是去到夜晚,有個黑影飄過,或者是眼花,有時太累,眼是會有一樣東西 例如你閉上眼睛,有時都會看到一些光,或者看到什麼,這樣正常 因為你眼睛累,你一時間,你適應不到眼的,即是外面的光 還有黑眼的光,還有有時淚水,各方面,還有有時你的腦 尤其是那幾段時間特別忙,或者有些特別事件發生了 你的腦晚上是休息時間,那腦部的活動也會有快速,眼會轉動 然後腦部也會產生不同的活動,於是就會產生不同的 你自己就成為一個劇本,即是做了一個director 你成為一個導演,於是就亂在那裏,把不同的畫像,你曾經從小到大 的記憶,擺在一起,那我相信那件事,那個霧,其實就很實等於 他形容,就好像黑霧車裏的霧,放屍體那樣的東西 那我相信這個就是他們看電視,有很多時候看新聞 看到那些屍體抬出來,當然不會輸到的樣子,但就會有霧 至于这个伤是什么颜色呢,就视乎你的脑是如何安排剧本 再加上我们根据统计,一般成年人大约一晚正常常分,比如七个钟八个钟 都会发大约五百多个梦,五百多个,五十一个梦 而是有些很零零碎碎,平均每一个梦大概是两三分钟 而那两三分钟我们要感觉到就好像很久那样 其实就是那些片子剪辞一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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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将它放在一起 然后又形成了好像一个梦那样的 所以变成有些事情就是不要将那些梦,尤其我相信有很多人 就算有些外界人士也会发到一些梦 就是说见到自己的亲人或者突然在梦里面离世 那他们就很紧张,一醒了就立即打电话去,问一下那亲人如何 那样东西我觉得应该用一个平常心,用科学理性的角度去看 但当然如果那些病是持续性的,那我相信大家要適当的放欢 就是要轻松一下,那Kim曾经有段时间,我自己 我自己曾经有段时间就是工作比较多 就是一来,要不就支支由由,要不就工作 突然间那些盘,有时算一算,通常我一天算两个盘 有时突然间疯起来,我试过一天算了整七个盘 真的算了疯了,那段时间我试过自己都开始发暗梦了 那发暗梦呢,发暗梦去到怎么样,都挺恐怖的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话,就是自己在梦境里面,只有自己一个 那然后突然间呢,就有位老人家,一位太太,很矮的 穿着一些客家的衣服,那些你知道我说什么 那些婆婆穿的衣服,黑衣、黑褲的 那于是呢,就是她sure过来的 我看不到有滑板,但是她就像滑板般滑过来的 那就很快,在一两秒钟里面,她立即滑过来 跟我面对面圆面 然后下一秒我见到她,她就已经把手呢 就进了去我的心脏里面,拿了我的心脏出来 那于是呢,我就一直跑,她拿完心脏立即走 那我一直在后面追,就追着希望拿回自己的心脏 那这些都是一些梦,但是这些梦里面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纯粹是一个反应来的 就是可以反映到就是,你那一段时间 可能真的工作比较忙了,要适合,要休息一下,要放松一下 那比如说,很多时候,大家在工作上 都可以说,听一下音乐,或者不要想太多 尤其是我觉得,恐怖片呢,我这里不是,就是沸冷水 也不是跳入米露,但我觉得如果有些人,比如她工作压力 已经很大的话,其实他们绝对 不适合看太多恐怖片,或者懸疑的片 有很多人喜欢自己吓自己的,晚上刻点了一枝蜡烛的 包括Hakim,自己以前小时候都是这样 我也是为斯里的粉丝,以前我喜欢看她的著作 那就,看一看一看,晚上又喜欢,即是 早上没有时间看,只剩下晚上看 晚上看,越看就越懸疑,一直追下去 那就,我喜欢看她的书,就多些 因为她是原汁原味的小说 那其中有很多都,我也觉得是挺什么的 例如,她有一本是叫做奇门 那本就完全是说,或者说什么,原子空间 又或者说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那都很离奇的,我觉得 那除了,例如《福与摩斯》那些 那些都,我觉得都不差的 就是你看回英文版,《Shell Holmes》 那里面也有说了很多东西 那你的脑子里面一路就好像 在查根文底,好像是探长 跟着她一起去思考 我还记得以前小时候,Kim还有些书 以前那个年代的书是怎么样 我小时候的书是怎么样 有些书是怎么样 它可以是互动的 譬如说,你看到第几页 那于是呢 譬如说,现在要去法老王的私生人演像那里 你可以决定搭下一班飞机 或者你决定回家 跟自己太太去商量一下这件事 那如果你决定现在 搭下一班飞机,趕去飞机场的 去搭下一班飞机的 就麻烦你却去page第几页 那如果你决定回家的话 先的,先收拾些行李先的 那你麻烦你却去第几页 那整本书是跳来跳去 那很多东西呢 我觉得就是 怎样都好 现在我看到市面上少了这些书 那很多书 可能大概是因为那个 利益的问题 多了的书呢 都是这个 是那些 饮食啊 就是那些养心啊 保健啊 较为可能暢销 暢销一点 所以变成就是 现在这些恐怖的书就比较少了 我记得以前很久之前曾经试过 在阿Keen的那个年代 我试过就是说 去进去一间 廉锁店 那些是个人户来的廉锁店 大家想到只有两间的 现在 一个是W字头的 一个就是这个M字头的 那其中一间 W字头的那间呢 我记得去过有一堆 通常你见到它买的 都是买一些奶粉 毛巾 丝物 或者是一些 卫生巾 或者是一些纸巾 就是 Lusion 那些东西 其中有一排 就是买 买书的 连书他都拿来买的 我记得当时 当时博烈还在 还有很多 不同的东西 都有很多很懸疑的书籍 但现在就开始少了 很多这些懸疑的书籍 都想起都很好笑的 很多都是他们本身的 作者的职业 本身是医生 那他们就很舍 那些学校是恐怖的书籍 那现在我就发觉 很多时候 我去买玄学的书籍 也都遇到一些 是医生的 也有很多的 很多是医护人员 他们很喜欢看一些 愿意的东西 他们比较理性 但他们就当是一种 娱乐也好 当是一些 很多很多 我告诉大家 现在大部分 很多人研究 比如风水 很多人 他们不是真的出来 做风水师 或者做什么的 他们有些甚至乎 看了书 看了很多很多很多 不同的家派 不同的东西 饿虎藏龙 而这些人 通常都不会出来赚钱 他们都已经是 那些高人 所谓 其实他们都已经是 自己在温一盘生意 他们自己帮自己看风水 自己帮自己船很多东西 他们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做的 就不会未必会出去 去请一些所谓的师傅 去帮他看 这方面比较少 另外就是 下次有机会 我希望可以 或者有机会 和大家分享一些 其他一些 一些教会灵异 或者是恐怖一点 但是就是用一个科学的角度去看 不要大家 一面倒就看到 想到一些很恐怖的东西 因为很多时候 太恐怖的东西 我可以告诉大家 是大家 好像一本雜誌 或者一篇文章里面 一本小说 是大家加盐加醋加醋 是加作了很多添加东西 就等于我们出去吃东西 没有味精的 不加添加剂 基本上的味道 和 没有加剂 是差很多 差很远的 那今集就先说到这里 拜拜